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由红豆给大家分享一道滋补汤。 每天早上喝上一碗汤,既能够补钙,又可以滋养我们的脾胃。 健脑抑制,增强钙质,增加果肉的健康。 特别的适合老年朋友们经常喝的,做法简单,但是补钙的效果却是很高的。 要比吃燕窝,吃海参,鲍鱼,营养更丰富的。 无论是排骨炖冬瓜汤,炖玉米汤,或者是鲍鱼山药汤,都具有很高的营养加值的。 我再把排骨洗一洗,洗干净。 洗好的排骨倒入锅里面焯水。 加入料酒,来点生姜,洋葱,去味增鲜。 搅拌搅拌,大火煮开。 大火煮开之后,再转中火煮两分钟。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锅里面的雪茂不是很多的。 因为我们提前把排骨浸泡水了,所以这时候焯水呢,水会就比较少的。 这样腥味会减少一大半。 菜菜的煮好之后,控水捞出来就可以了。 我们再用温水,把肉洗一洗,雪茂好好的洗干净。 焯完水的排骨,一定要用温水洗的。 不能用冷水,如果用冷水洗的话,肉是比较紧实,不好吃的。 用温水洗就可以了,洗干净。 洗好,控水捞出来。 我们再准备一根玉米。 我用的是鲜玉米,地里面刚摘回来的。 汁水很充足的。 这个鲤鲤的玉米既香甜又有营养。 玉米中含钙量比较丰富,含铁量也比较充足的。 像平时多吃玉米,既能够补充钙质,又能够补充营养。 它的口感也非常的不错,香甜多汁,营养好吃。 像平时减肥大,可以吃玉米,把玉米捞到祖室来吃,既不会发胖,还能够补充能量。 营养比较全面的。 这个玉米呢,我用的是黄糯米。 如果朋友们不喜欢吃糯米的话,也可以是加入普通的玉米都是可以的,可以自己的口味来定。 这样的黄糯米呢,是我家里种的,它个头又大,又好吃,汁水非常的丰富的。 煮过之后呢,咬上一口爆汁的感觉,既香甜又好吃。 玉米这种食物呢,是適合多种人群使用的,不调人群,低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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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量,怎么吃都很好的。 准备豌豆,豌豆属于豆类,营养比较丰富,豌豆中含有钙含量比较丰富的,还有铁,蛋白质,营养均衡,我们可以多吃豌豆,先能够补充用的蛋白质,也可以补钙的。 豌豆里面的钙含量比较丰富,是黄豆大豆的好几倍的。 豌豆我这是准备了大约的100克的豌豆,适量就可以了,不需要太多。 如果朋友们想着玩弄的话,可以多放几颗,可以自己的口味来订就可以了。 再说我们一颗红萝卜,红萝卜也被称为是胡萝卜的,它的营养很丰富,特别是维生素含量,要比其他的蔬菜高出好多倍的。 红萝卜也可以炖汤,也可以炒着吃,或者直接生吃都很不错,就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 平时经常缺钙的,缺乏维生素的,都可以多使用一些红萝卜,能够很好地补充维生素。 今天用的红萝卜呢,这个红萝卜已经被我洗干净了,皮不需要去除。 红萝卜的皮呢,也是很有营养的,我们只需要清洗干净才去食用就可以了。 很多朋友们吃水果之前,蔬菜之前,都会把皮去除,但有的时候呢,这些皮呢,要比果肉更有营养的,所以一定要洗干净,我们不要去除,直接食用就可以了。 再准备几颗红枣,抓洗干净。 老话说的好,一时三枣,长生不老,说明了红枣营养很丰富的。 红枣也被誉为维生素碗,它让维生素含量要比其他的瓜果蔬菜更高的。 多吃红枣,既可以补充维生素,又能够补充能量的。 红枣含有钙,铁,营养又全面。 我们每天吃上几颗红枣,又能够美容助盐,还能够补足气血,滋养皮肤。 坚持吃上一段时间的红枣,你就会发现,气血充足了,皮肤也很好看,整个人显得特别的年轻。 红枣沟口里面的灰尘是比较多的,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好好地搓洗搓洗,洗干净的。 控水捞出来。 准备板栗,这个板栗是包好的板栗,我在超市里面买的。 也可以选择自己去包,这样的板栗食用起来比较方便的。 板栗营养比较丰富。 板栗中含有比较丰富的钙、铁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蛋白质、矿物质、人体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。 真的是营养极其的丰富的。 板栗无论是怎么吃都比较好吃,而且有营养。 糖炒板栗,板栗炖鸡,或者炖排骨,都别有鱼饭风味儿的。 我这里准备了大约100克的板栗,也不需要很多的。 期前烧开水,我们把排骨倒入锅里面。 再把玉米加进来。 还有红枣。 板栗加进来。 豌豆加进来。 中火焖煮40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 这做视频不容易。 请您快来小手帮我点个赞,吃吃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会呈现到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时间到焖煮好了。 加入一勺盐调味儿。 别的食材不要放啦。 这样喝起来味道比较鲜美的。 搅拌搅拌,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啦。 排骨玉米汤做好啦。 味道很鲜,特别的好喝的。 玉米鲜嫩多汁, 板栗呢入口即化, 香甜软糯。 而排骨, 软嫩鲜香, 咬上一口爆炸的感觉。 加入了几颗红枣, 增加了口感, 特别的好吃又好喝。 排骨这样做, 既能够补钙, 又可以补充新元素, 铁, 营养酒水的丰富的。 其实先少量多喝一喝, 每周喝两到三次。 增强钙质, 增加骨密度, 比较适合小孩子老年朋友们。 补钙的好食鸡, 补钙的好食品呢。 营养丰富, 口感多层。 做法也是很简单的。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, 收藏起来吃做一下。 做法也很简单, 味道极其的鲜美, 又好喝又好吃的。 这样炖着的排骨呢, 一点都不腥也不柴, 特别的好吃, 肉口即化。 这样做好的排骨玉米汤, 比吃任何的人参鲍鱼还要好呢, 营养更丰富, 而且清淡爽口, 一点都不油腻的。 看一下碗里面, 几乎是有很少的油的。 这样做好的汤, 真的是既有颜质又好喝, 又养生的啊。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, 有空试一试吧。 点开我头像,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同的精彩视频 给大家更新的。 真心的感谢 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